为了减少赋税 有些人会把部分资金转移到国外银行 试图逃过内陆税收局的法眼 不过财政部长林冠英指出 我国已经和其他国家建立资料共享机制 能够清楚掌握到国人在海外 到底存放了多少没有缴税的资金 他呼吁民众遵守法规诚实缴税 否则就会罚款最高300% 年头又是国人缴税的时刻了 但是一些人不想缴付税务 取巧的把部分收入和资金存放在海外银行 不过你以为钱出了国就真的安全了吗 财政部长林冠英今天在槟城出席活动后 就劝请逃税的民众不要犯法乖乖缴税 因为政府现在已经和国际建立资料共享机制 政府想要调查国人存放在国外的资金 易如反涨 那时候就可以查出 所以我们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如果是没有公布这些收入 或者是没有交税的话 有可能可以考虑这个管道 就是只是还10%发款 就是你交税 你应该交的税入再加10% 不然的话可以要交300% 林冠英指出 在自愿申报税务计划下 如果逃税者从即日起到3月31号 都没有偿还拖欠的税务 就会罚款逃税数额的一成 4月1号到6月30号则会罚款15% 一直到300% 因此希望逃税的民众赶快缴清税务 否则得不偿失 对于内陆税收局日前发出的 自愿申报税务计划信函 被民众炮轰用词过于强硬 林冠英透露 他已经指示当局纠正做法 必须以尊重语气重发信函 不过信函只会针对逃税者 已经诚实报税的民众不需要理会